Hello 大家好 今天穆sir繼續跟大家講講有關中國歷史 今集講的人物既是一個歷史人物 又是一個神話人物 更加是最近一套電視劇都在講這位人物 而這個人物也是八仙當中的其中一位 應該是哪位呢 呂洞斌 講起呂洞斌 大家應該都會想起一句我們廣東話的言語 狗咬呂洞斌不識好人心 這句言語的由來其實都是跟神話故事有關 今集我們不詳細講了 主要是講呂洞斌成仙之後 在天庭當中有哪一隻狗是很有名的呢 二郎神隻犬 是 叫烤天犬 它有一個傳說如果套著狗就會令牠化骨 但是呂洞斌沒有這樣做 放這隻烤天出來就咬到牠 這個故事就在八仙傳裡面其中一個故事 而引發到狗咬呂洞斌不識好人心 不過今集我們不是講這個神話故事 我們首先講講呂洞斌這個人是真有其人 大家都知道其實道教是我們中國唯一一個本土的宗教 其他佛教或什麼都不是源自於中國本土 但是道教就是源自於中國本土 而八仙裡面更加是吸納了我們社會上的不同的人物 八仙的形象其實就代表了 男女老幼 還有就是貧賤富貴 八種人 而呂洞斌可以說是這個八仙當中 比較多人討論的其中一位 相傳其實他是一個唐代時候的人 他生活在山西永樂縣 有個這位書生 本名叫呂洞 自動斌 他當時曾經多次去考科舉 不過一直都未中舉 直至四十多歲才第一次中舉 在當時考生當中他已經算是高齡 傳說他做了兩個地方不同的縣官 之後就已經退隱官場 看破紅塵 沒有再做官 反而帶著書童四出游浮 有一天 就說呂洞斌去到長安城 去到首都 剛剛好就遇到外面下大雨 他就近去了一間酒館 當時叫的酒館 大概就等於我們平時看的 在這些古裝片裡面的客棧 既有餐飲也有得投宿 去到之後 他就跟書童吃東西 喝酒 當時這間酒館裡面的人都很多 沒多久有個道士就進來 當時的傳統在酒館上面 都備有紙筆物演 文房四寶 方便做什麼呢 寫詩 方便給文人雅士 多喝兩杯的時候寫詩題字 繼而可以貼在酒館上面 令到這個小店更加蓬碧生輝 當時看到這個道士 呂洞斌都沒什麼遺疑 不過 看到這個道士的樣貌 就不是那麼一般 有幾分特別的 瀟灑的氣質 所以 呂洞斌就看了他幾眼 這個道士進來之後 當然 就做最拿手的事 在唐代 當然要喝回首詩 喝了幾杯之後 道士就在這個酒館裡面 就提了三首詩 呂洞斌聽到之後 就發覺這個道士 都不是一般人 非常之厲害 就主動上前向這個道士請教 感問道士的高姓大名 這個道士就跟他說 他的名字就叫做鍾離拳 鍾離拳這個名字 如果大家熟悉八仙的話 都應該聽過 鍾離拳道士就邀請這個呂洞斌 不如你又提回首詩吧 呂洞斌既然都能夠成功中舉 他的文采都自命非凡 所以他就當仁不讓 就立刻寫回首詩 寫了一首是 七絕 生至儒家遇太平 元英誰帶步意興 誰能世上曾名利 神是玉皇歸上清 這首詩其實就說到 這個呂洞斌已經開始淡薄名利 雖然他自儒家出身 希望能夠有一番事業 但到這一刻 其實他已經覺得看破紅塵了 這個鍾離拳聽了之後 就覺得這個人 說得出來就好像很清高 很淡薄名利 實際上會不會是文人雅士 寫詩作詞的時候這樣說呢 那呂洞斌就說 這個其實是直言我心中所想 鍾離拳就決定做一件事 就試一試這個呂洞斌 他就跟這個呂洞斌說 他就住在中南山上的學嶺 如果你有希望學到的話 就可以跟他同行 這個呂洞斌就立刻答應 把他的書童打發走了之後 就決定跟這個鍾離拳上路了 在路上就出現了我們今集要說的重要故事 就是呂洞斌之所以能夠 所謂成仙 其實鍾離拳就十次去試探他 你覺得做能夠成仙 有些甚麼的前提呢 好人善良 善良好人當然是 還要看破紅塵 生死名利 息 肉 全部都已經是看淡了 你才有機會成仙 當時第一試是怎樣呢 鍾離拳就跟他上路 走走走走走走 就去到一間破廟 那待會破廟的時候 鍾離拳就決定煮飯 那呂洞斌就在那裡看書 看看睡著了 睡著了當然會發夢了 那發夢做甚麼呢 發夢他再一次上京赴考 不過今次就不只是中個舉人 簡直是一舉就中了個狀元 做狀元之後以往是很威水的 一定是騎著馬就遊街 繼而進入去到這個官場 並且後來調入朝中 由漢林到御史做指揮史詩 最終升到宰相 更加家庭也非常幸福 取了個大家歸秀 而且他的子孫都全部仕途非常好 不過去到他老年的時候 突然間一次不小心捉路龍顏 被弄得滿門抄斬 去到斬首那一刻 這個繪子手在頸上一刀下去 居然這個呂洞斌看到自己的頭跌了下來 嚇到自己就立即醒了 醒了的時候才發現原來自己只是發了一場夢 而鍾離拳就跟他說 黃梁由未熟 一夢到華衰 人生的起起跌跌 最終來看都是一場夢 這個時候呂洞斌就發現 這個道士不是普通修道之人 一定是一個先人 居然他夢境當中看到什麼 他都能夠用一句說話蓋過出來 所以呂洞斌就跟鍾離拳說 我已經大切大悟了 我不再眷戀這個人世的繁奸的功名利錄 希望能夠跟隨這個鍾離拳去學道 鍾離拳就說他 你自行未足骨折未完 今世都應該難以得到成先 說完之後 一聲就不見了人了 實際上這個鍾離拳這個說法 他只是用了第一次去試探他 就是進入他夢境 看看他看到這個功名利錄 他會有什麼反應 當他轉過神來 看到這個鍾離拳已經消失了 他更加肯定了 這位一定是一位得道的先人 既然他說他自己自行未足骨折未完 他就決定要回家開始修煉 遲了官就要回家了 回家的時間他就想起 每逢過年 通常長輩都會問你這些問題 這個時候呂洞斌都開始擔心 例如問他 你明明高中了 為何不做官呢 何時結婚呢 究竟俸禄有多少呢 等等的問題 當他還困擾一些的時候 他不知不覺已經走到家門口 敲門 但沒有人回應 你猜發生什麼事 家裡沒有人 不是 是他大力一點 推開門的時候 發覺他全家上下 全部死了 這個時候呢 他就認真地數了一下 究竟家裡有多少具屍體 平淡地之後呢 他決定關上門 跟著去哪裡呢 去棺材舖 去到門口的時候 就遇到鄰居了 鄰居就跟他 閒話加常 問他去哪裡啊 他就說 家裡死了人 現在要去棺材舖 那個人就問他 死了誰啊 然後他就回答 全部都死了 那個人以為他傻了 就不管他了 他就真地走去棺材舖 買完棺材回到家 一開門 發覺原來 沒有人死 這個是第二次 鍾離拳 測試他 究竟他面對著 家人的離世 他有什麼反應 原來他非常淡薄 只是希望 處理好他們的身後事 就解決了 即是沒有了七情六慾 可以這麼說 既然回去真的看到 父母全部在生的話 他父母就即時問他 為何他回來了 你不是做官的嗎 他先說他已經辭官 繼而被父母批評他 為何要辭官 為何不生性 明明考到高中 還不去做官 於是就叫他做別的事 既然你不做官 你去做生意 在中國古代 除了某一些特定的朝代 譬如宋朝之類 做商人的地位 都是非常之低的 其實他父母這樣做 就是希望他顏面掃地 但是呂洞賓 一樣都是沒有介意 照樣聽父母吩咐 就去做生意 其中有一天 在這個市集當中賣東西 有個人就跟他明明說好價錢 壓原價 最終不但不買 還要無理取鬧 呂洞賓的決定是怎樣 就放下貨物 連錢都不拿 就走了 原來這個 這個也是宗利權對的第三個測試 就是對於金錢物獄的測試 而那位顧客 都是這個宗利權化身辦的 之後又有第四次的測試 就是他隨席 隨席一出門口 呂洞賓見到一個黑衣 見到黑衣 作為有測隱之心 當然是給他錢 給他錢之下 這個黑衣不單止沒有知恩圖鋪 還要破口大罵 這個呂洞賓 甚至乎拿一把刀出來 說要刺他 那呂洞賓的下一個反應是怎樣 下一個反應就是走 錯 是打開他胸口 給他刺 這個又是第二種非常擴大的人生態度 即是他對於生死都自諸到外 那見到這一幕 黑衣已經是笑笑口 就走了 所以這個其實都是第四次的測試 然後去到第五次測試 就是家人見到呂洞賓 又不做生意 又不去做官 每天在家無所事事 就叫他去上山放羊 放羊一天 突然間遇到山中有老虎 老虎在衝過來的時候 呂洞賓不但沒有退縮 繼續向前走 老虎看到這樣 最後沒有吃他又走了 這個 相傳是中離拳的第五次測試 測試對於救助若小 他用什麼心態 羊仔在他後面 他繼續向前衝 到第五次 中離拳已經有些感覺 這個呂洞賓應該真的有成仙的資質 不過就覺得人間都是追求十存 所以要試足他十次 還有幾次試什麼呢 例如說呂洞賓在家晚上看看書 突然間有個美女破門而入 最後呂洞賓隻眼都沒有看過美女 他只是繼續看書 逃過了這個蜥肉的試驗 過完蜥肉之後 就有其他的利益 再試他的時候 就說他家裡突然間一瓶魚洗 被人洗劫了 最後沒有錢的時候 就突然間他在家裡的地裏 就找到一些黃金出來 但是呂洞賓見到黃金的處理方法是怎樣呢 是用泥土掩著他 就沒有再發現這件事 又有一次就說試驗他 他將呂洞賓在市集上買回來的銅器 變成金 呂洞賓的做法就有點像我們小時候 聽過故事 金斧頭銀斧頭一樣 怎樣做呢 拿回去還給那個賣家 是的 既然他淡薄名利 還有三次測試都是關於生死的 有一次就說在市集上 有個道士賣藥 就跟大家說 誰能夠吃了這個藥 十天之內一定會死 大家都很害怕 沒有人敢試 然後呂洞賓就給錢買完藥 就即時吃了 當然十天之後 是甚麼事都沒有 因為這個道士 都是忠離拳去扮的 去試驗他對於生死 還有甚麼渴求 看來他很想死 不是 他是置生死於道外 即是生與死 在道教來說 即是我們原本 都是屬於宇宙萬物當中的一份子 其實離開了區殼 可能都是回歸自然 最後兩次的試驗 一次遇上沉船 另一次遇上勵鬼索命 沉船的時候 呂洞賓一直都是穩坐不方 至於勵鬼索命 他更加是相信這個因果循環 既然 可能我上一世做錯了事 要被你勵鬼追索 今世你要來拿我的命 你就拿他了 所以最後 相傳呂洞賓就經過了中離拳十次的試驗 都通過了 無論對於名利 生死 還是慾望 都已經一切看破 最終他就成功跟從中離拳 修煉 然後 得道成仙 最後成為純陽子 亦都被全真教稱之為純陽祖師 不過這些神話故事有多少歷史根據 在這一刻我們都無從得知 不過有趣的地方就是 這個八仙過海的故事 雖然覺顯神通 但裡面更加吻含著一個人生的道理 就是 這八仙可能本身都是普通人 不過經過一些事件歷練之後 他最終都能夠得道成仙 這個可能就是我們中國的神話故事 跟西方最不同的一件事 就是我們是相信人定勝天 自己的命運是取決於自己的手上的 好了 那今集我們關於這個 呂洞賓的故事就講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點讚 留言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下鈴鐺 下次再和大家講其他中國歷史 拜拜 按下鈴鐺 уем人 我 нужно不一定啊 走 因此 會 比